你的事我的事都是新北市 我是沈金华 欢迎收看今天的我的新北市 那么讲到歌仔戏哦 你会想到什么呢 可能老一辈的人 就会马上想到我们的国宝大师 我们廖琼之老师 那么在接下来呢 可能想到的就是 榴梨花瓜戏对不对 那可能在中年一点的 就会知道说这个名华园剧团 那其实呢 歌仔戏可以说是我们台湾 唯一台湾的这个本土剧种 那当然也是我们的一个庶民文化 非常具有台湾的特色 只不过呢 随着时代的一个变迁而示威 那现在我们知道说 台湾的这个传统文化推广 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尤其是歌仔戏这样的一个长民文化 所以呢 在我们这个新北市 就有这个台湾文化剧团 他们致力于让大家能够重新来认识 歌仔戏这样的一个文化 也希望说呢 能够有更多人加入这样的行列 那到底为什么是什么样的一个动力 让这个台湾文化剧团 能够致力于歌仔戏文化 这样数十年下来终不回呢 在今天节目当中 很开心的邀请到 我们台湾文化剧团的林佑团长 以及执行长黄庭佳来到现场 欢迎二位 我们台湾文化剧团的林佑团的林佑团 我们台湾文化剧团的林佑团作 稍大咖哟也情意見 看有吃夢也甘大嫣 親像那個傲不樂在這批香煙 出的中少肯是上街海死人 出台一心的劍噹噹 人意生水誤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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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一些年輕的 為他去跳湯 吹到老生死 最快感苦 出大就愛 來歌水浩 走路就愛 給那個老花啊寶 一寶一寶 又賣他們的好啊寶 出大就感心 是最快啊優秀 出大暗君啊 國境的喬喬 一個臉啊 火咱也火啊 溜溜喔 腳亂 腳亂 都穿那個褲蜜香 出大就沙灰是最快愛人咧啊 出大都經那個 四嶺老婆 妳久沒死 也龍排喔 就愛 冠親這次 無!運! 真!無!歪! 只會著那個人無憑啊 上街也感染啊 腳衝著腳 沒見人 才妖若快 又沒頭痛去放 一個臉啊 結果一春七 一春紅 仙世教我 秦拐来两天 台湾文化 局团来团想 传统文化的孙世教 本台的歌 首先来介绍我们今天的台湾文化剧团团长 林佑玲团长团长好 主持人好 再来介绍的是我们台湾文化剧团执行长 黄婷嘉执行长 执行长好 主播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是两位出场完全不一样 你看这个马上就给我们带来这个歌仔戏非常著名的都马调 对不对 很精彩的一个开场 那其实从刚才的这个都马调当中 这个歌词来看 好像就是唱进了这个歌仔戏里面的一个 可能小生啊小蛋各个角色 对不对团长 对 这个是当时我老师陈秀之 他也是我们国宝籍的 当时呢 他就说 阿姚啊 你这一段要把它练起来 我说好啊 我就把它练起来 他说这个 就是说 我们做戏的要让人感觉好不好 再来就修生、修团、老生 做沙飞、干神、沙飞、文武平的 文武藏老师就辛苦了 让大家去知道说 每一个人的角色都不一样 每个角色的一个特色嘛 对不对 可能小生啊小蛋 我刚刚讲到这个小蛋的时候形容的很那个 就是会害人家去跳担 对不对 因为小蛋一出场一定就是美翻了美呆了 像天仙一样又漂漂亮亮的对不对 就是因为太美了 害了一些小男生有没有 可能就是因为爱不到去跳的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形容对不对 而且讲真的就是歌仔戏的一个演绎过程 平常人可能没办法当官的 因为演歌仔戏做官员 做风队 都做过 对不对 风队也做过 对啊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蛮丰富的演绎的一个路程 对不对 那当然讲到我们今天讲的就是台湾文化剧团 在所谓的歌仔戏推广的这件事情上面 其实跟大家介绍一下 其实林佑林团长 我们认识非常多年的一个时间了 当初的认识就是因为他在推歌仔戏的一个文化 可是当年我们知道说 那个歌仔戏其实还是蛮盛行的 对吧 但是呢 慢慢的这数十年下来 有点就是慢慢的示威吧 受到了什么样的影响 你自己觉得 这说起来要说以前 我以前是甘苦人 我们做产郎 做风 做霜 我民国六零年代是在国产广播电台 那个时候因为 时代都不同 记忆都不同 后来慢慢的就出社会去做别的事情 那因为那个时候 艱苦人都会想说 要做那个 好像说 呃 还要在家的 够一项碗一项地 这样比较好 那后来慢慢的 因为台湾的经济起飞 是小龙之一嘛 那成长了整个的台湾经济 那所以呢 很多的这个 小孩子啊 书就读得多了 那读得多的话 这个是很辛苦 有如鸡不晒姑娘啊 他出去的话 东奔西袍 他一句对吧 吃饭 每日就走本坡了 走本坡就是说 有时候 一出去的话 十几天 十几天都不在家 甚至于都在那一个 二十四尺的 二十四尺的这个舞台顶 演好几步的春秋 都在上面吃上面睡 甚至于如果说 呃 庙里比较 以前如果说 如果较好的 那又有那种 洗行律境了 有的如果没金本 你都去便宿 穿穿的洗洗漆漆的 金本 那是真的不是人 真的是很辛苦 而且一大早你就要起来 你若搬扎 你很早七十八早你就要起来 搬扎的 不过这么短两点半 这又再演戏 还可以演戏 演戏到没了 就暗色色了 所以说 现在的 年轻人 比较轻松 他都哈外足 所以他觉得说 哇 这个不是我们做的事情 就不想做 再来的就是因为 这个台仪 台仪一直没了 那我就会想说 呃 我在教义精 所以后来想说 我教歌仔细的话 还可以讲台仪 还可以教一些孩子 还可以教弟子规 三字精 还是唐诗三百首 叫他去唱 用歌语去唱 你知道吗 那今年的三月十九号 我们就带去那个台北孔庙去表演 就让他们去唱歌语 最主要要让他们练台语 还有这个歌语的内容都是中校节语 对 都说一些感恩的事情 做人处事的事情 所以慢慢的 因为你现在白龄这些节目比较多 有特殊的也多 贪钱又贪钱 他怎么要做这个 他没了 所以就没落了 那没落了这个传承 一定要有人想要去做 但这十几一二十年下来真的 很辛苦吧 对不对 而且我讲真的 就参与老师对他讲的 因为歌语唱台语 对不对 现在台语的孩子 越来越不敢说 对不对 你看像我们这种的 也是有唐诗语的 没练回来 会回来 对不对 所以不是那么简单 但是老师刚刚讲到一个很重要 就是 其实有唐诗语的 那个忠孝仁爱的那个观念 其实我们也是小时候 看那个舞台顶 这些 我们坦白说 他们可能就是没讀 他们当时在读剧本还是什么 都是听来的 对不对 但是他们演出来的却是一个 口传心受 对 没错 然后呢 他们演出来这个忠孝节义的故事 我们很多都是从当中去学来的 所以他其实也是蛮有这个教育意涵 而且出口成章 出口都成章 都是七个字 对啊 有时候现在说话比我们厉害 唱起来都比我们厉害 对不对 所以老师是跟歌仔系有这样的一个渊源 那这个停家执行长呢 我要特别介绍一下建设公司的当牛 是不是 怎么也会来做这个歌仔系 然后来跟着林佑老师一起来推广 其实这就是应该是我们妈妈的影响 嗯 从小的时候我们妈妈就生意带我去看野台戏 嗯 所以我从小就 常常走到后台 看人家的野台戏后边 小生小蛋都用得很漂亮 那时候就觉得小时候 尾度也是都画古代的美女 对对对 真的 就觉得说 诶 长大以后要演歌仔戏 嗯 所以就差不多十五六岁的时候 国中毕业的时候有一个冲动 想说 啊 走来去 整个唱歌诗哼哼哼 但我当时想到就说 可能要四处奔波 我敢想说 也不知道要去哪里学生 所以 后来就是 就这件事就一直看起来 一个遗憾 对 一直到几年前的时候 刚才林佑老师的 在二周的时候有开一个歌仔戏班 那当时我们一个师子会 节拜大嫂 他就 一次聚餐的时候就就 就就我们那十几个大嫂 说看大家 他说林佑老师有叫他 要去歌仔戏 然后刚才他先生以前也是理掌 林佑老师以前也是理掌 所以他有实验 其实林佑老师是叫我们大嫂去 我跟他也是没实验 我们大嫂说看谁要去 十几个里面 只有我去拿手 我去拿去看 别人都没人去拿 我想说 就我有兴趣 村内人好像都没什么兴趣 我就说那大嫂我跟你去好了 后来 第一堂课的时候我就带他去了 结果我们那些大嫂 当时 现在堂课起后 第二堂课起后 他就不再去了 大嫂课我钓的 听到他黑 是 黑到现在 就是主持人就开始一直在黑到现在 其实林佑老师你收的这些学生 你看这个建设公司的 对不对 然后还有 我记得还有这个前代表 名义代表 也来跟着你学 然后很多什么福伦社社长 什么会长 都是来头不小的 也有教授 博士 目前一两百个 一两百位学员 但是每一个人的话 他们个人有个人的优秀点 那来这个地方 他们是要来消遣 来剃头 来快乐 我们就不用跟他们 你也不是指望说他一定要上台 像明华园那样的一个大居 我都跟我们 不去比赛 不去做什么 你只要想唱得好 你就很快乐 那就一定要这样 对吧 人也不会给你贴 对 你如果感觉好 因为你上台 你就是最亮的那一颗星 来报这个人 基本上都是很热爱歌仔细 而且都是 像我很多人 像我小孩的时候 就去看歌仔细 都是有一个梦想 是 希望成为第二个洋芋 第二个许秀年 所以说才会来报名 这个歌仔细班 像我们现在的 V2区的 一堆师子会那 去办公室那边 我们也有开一个歌仔细社 那些全部都是会长 大家也学习得很开心 然后其实我们在 现在目前各社大来说 以老师来说 他们的时程都摆到温温 每个礼拜二是在 我们三英中生学习中心 那在英哥火车站 会报两点到四点 那里就有一个 更在四班 其实我们都是 每个来的年龄层都不一样 没有30多月40多月50多月60多月 没有70多月 所以说 大家都是比同学 不同的年龄层但是同学 共同在学习一件东西 很开心 再加上说 你有提到一个问题 说要专办到这样 其实老师本身 他就是美容美髮的老师 听说你也是啊 是啦 没错啦 我们都有 我们本身也是 没法讲师 我们都有这个证照 对 所以 第一个就是说 如果是纯 我们是因为说 我们就是这个专业 所以我们力气很快 虽然是一般的 没有太多 老师也有开口 最近我们的三音学习中心 就开一个口就是美容美髮课 但是我们的美容美髮课 跟一般的美容美髮课 是比较不一样 我们是专门教人家 画歌仔细装 跟如何书歌仔细头 那这个部分的话 只要是老师教的班 他每班都有跟他们说 要怎么下去歌仔细装 这样是 现在很多色大的学生 自己都已经有那么独立 自己卫装了 因为自己卫装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如果是老师进行 也会介绍一些学生 去到外面的野台戏剧团 有合作 就是让他们 也可以上台去演出 当然酬劳虽然是没多 但是就是 一实现说 大家能够上野台戏的一个梦想 我本身是比较不稍重 我平时就很爱漂亮 平时就很爱买时装 不要说是古装 时装也很爱买 我最大的幸福 就是买这个 就是买什么 买歌仔细服 现在这就是算我的最爱 好啊 就透露一下吧 我们那个执行长家里是两间房间还是一间房间 专门 专门 两间房间 两间房间 您先生实在是太有爱心了 两间房间 专门是让我们执行长放他的整个行头 对不对 专门就是专门就是放戏服跟放头饰的地方 那刚好家里面透天的嘛 那二楼的两个房间 我就全部都是布置成歌仔细区 那个就是我的VIP的批发 你让你透露一下 你现在的歌仔细服总共有多少套 大概300套左右 一天穿一套都差不多 一年这样子 其实有很多细服 我自己现在 而且还没开过对不对 连拆封都没拆封 但是就是那个心 就是喜欢对不对 就是愿意去投入 这个东西你看就是 它的像这种穿的戏服 它都是绣得很漂亮 对 那我就觉得说 其实它已经是一种艺术 那就是整个 而且我觉得说 人要创造经济活络 对 我们贪的人的钱 也要贪贪 像我当时疫情的时候 疫情很严重的时候 像一些做投资的师傅 应该都没什么生意 这个都不同的师傅做的 他们那时候 疫情的时候很多人都停研了 停研就没有再用 真的有的他们生计也是 有的就真的卡定给我 那是说 可不可以捧个场 真的 当下我们就会给他答应 说不要紧 这段时间刚刚好 我也不用等了 不然有时候 要等做一个投资 要等很久 三个月半年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刚刚好说 因为那个营免 怎么还可以跟他们训练到 照顾到 自己也可以 很长时间拿到的东西 很开心 都把他们印好 所以这有时候就是说 为什么我会去收集这些东西 其实慢慢的 辣一辈 这些都是手工的 都很吃肉粥的 对 有的比较多的 那真的是肉粥看得不错 看得不错 其中有的跟我做的 他就已经停止没来做了 所以这种东西 其实也是纯老师说的 会断层 你现在新的年轻人 谁会要这个东西 没兴趣 我也没想要吃这种药 因为这个真的说的 我一针一线去封出来的 我都觉得是辛苦钱 但是这种这么漂亮的东西 你慢慢的后边 做不到那种东西 做的都是用 这个都是宝了 以后都是传家宝 所以我就想说 把这些东西收起来 人家说真的可以开一个灾难 这是你的愿望是不是 那团长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 其实你也有上过 这个野台戏的表演 有去表演 那我想要问 就是我之前有听朋友说 他们在做采访的过程当中 当天的采访 走到金山去采访 整个歌仔戏班在那边演出 台下四五个人而已 看起来 如果这样 你的心情是什么样 你不要去管人多人少 庙里面还是有人 也有神 有行无行都有 你只要尽职尽责尽你的本分 把你这个敬业精神拿出来 不要认为说没人 我就针彩站那些三七步 我没人我就在那交谈 这是最要不得 第一个如果说你现在在做旗军 做这些奇军也好 做什么也好 你不可以说没人看 就青菜牙 倒也青菜退 这个都不行 再来呢 如果皇帝出台 或是说有人的话 你旁边都会带一些人 你敢不可以说青菜就要在讲话 那个都要不得 一个人吃一度 你就要好好做 不要说我们做这个工作 黑白人 这样是不行的 就是说你精业精神要够 我纵然是做乞业 或是在里面演一个社会 或是演一个旗军 你也要做得很好 我觉得哇 这个奇军感觉很好 不管你是做修生做什么 有的人 出去我经常跟这些学员说 我们这些同学说 我说我们出去 一定要跟人们问 说老师 我请问 我现在要唱这条歌 歌都有歌名 我都有声让人 歌名你要问 老师我要唱这首歌 你敢有破 要这样问 这也是讲话的艺术 你不能说老师 我会唱这条你敢会唱 你敢会唱 老师这条你会唱 他会跟你说我不会唱 这条会不会唱 刚好 你今天只会唱三条而已 结果你都三条跟问 他都跟你说不唱 你今天不用唱 一定要说老师请问 我要唱这首歌 你有破吗 他一定会跟你说有 你雷毛来我就雷毛去 对吧 逛人三分 你如果看人家就会 对吧 我会不会唱 我坐在这里做什么 对啊 能够住在那里不简单 对啊 这有叫文部 文部病 这个文部 文部堂老师 有个人会做 改双的工作 对吧 你有你的工作 而且那个罗古典 一点一堵人都要看得很清楚 你要出去做什么 你也是要清清楚 我们不过来就会问 不过就是学问 学问 疑问 疑有疑要有问 学问有学要有问 你都不问 你还要挤大牌 你多大牌 你如果大牌 我老师常常说 你大牌也好 你先上红对不对 好你红好 没关系 我等下就给你捏 要怎么给你捏 你现在做大牌大牌 来呀 没人给你捏 对 哈哈哈哈 你现在来呀 哦 哦 我的气势就不一样了 对 所以人是相辅相成 如果知己知彼能够创造双赢 不要认为自己就是罪行 别人 我们说 人不不买也一步踏 踏在那拔在甩甩甩甩 所以其实就是在舞台上 你就是言什么像什么 对对对 那尽管说台下 可能观众现在不多嘛 对不对 但毕竟呢 我们是要上台的 所以整个从头到尾的 那个准备的功夫 也是要做到足 对不对 我只要衣服一早 眉毛要画三笔 你不能只画一笔 要画一笔就好了 我三笔穿就好了 我就没坐椅子 对 两个半小时我就站在那 你保护人家走出来有两种 一种是 这是谁唱的怎么会唱 我一种是谁唱的怎么会唱 这好听 老师就是那种 他一唱就 不明哲宜的一名惊人 一唱就马上现场观众就拒绝 就拒过来了 拒过来了 对 所以这就是说 你要怎样演得让观众可以接受 吸收 还有万一来给你看 就算你刚开始人家没那么多 但是你有认真的在演出 慢慢的人会拒绝 是会这样 其实在这个歌仔细推广的一个过程当中 我们知道说你要让年轻人能够接受 他真的比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是如果说原本就对歌仔细有一些兴趣的 反而透过你们这样子的一个推广 他有机会来参与 那有机会参与之后呢 他就会投入 然后慢慢的他可能也会去感染到身边的人 因为现在算是时代的改变 也有更多元化的东西 可以让年轻人有电视有电影 有演唱会什么都有 所以还有现在很多网络 其实也是透过网络的方式 现在有很多影片都是可以上YouTube 大家也是可以在这里看去合适 现在就是说 政府也很提供台业的这部分 所以在各社大里面 都有开这四班 像林佑老师在今年的九月 在我们树林社大陶石脚国小 每星期六的早上10点到12点 半月开越多了 同样也会开一班 所以说现在就是说 因为借由这四区 尽快把我们台业的美、水 给它展现出来 同时也是在合适议员 有从我们的学生里面 也有外省人 也有新住民 有外婆的新加坡 新加坡 也有从台南做高级 特别来学的 有的他就是旁边 他就不能说台业用 用注音 用拼音 也是来合适 稍微看像 客家人也有 客家人也有 所以说也是透过这个 就在合适 像之前老师的礼拜五晚上 在我们土城中正里活动中心 那时候有一个亲子班 亲子班就是很多妈妈 就是外籍分配的 我们那班就是家长要跟小孩一起学习 一起来学 对 所以就是透过 孩子在合适议的时候 家长也在合适议 所以一举两得 所以这次他们 我们还把三字经 用歌仔细的方式去唱出来 我很好奇怎么唱 对 对啊 三字经也可以用进去啊 三字经 就是三字经 我们就是把这些 唐诗啊 论语啊 跟这些 结合在歌仔细里面 所以这次就带他们到那个孔庙 去做一个表演 哇 小朋友这样子 小朋友这样子 孩子很可愛 所以是说歌仔细 并不见得是我们平常看的 可能就是那种 古代的那种故事 这种传奇故事 也不一定是说那种神仙啊 什么的 但其实它可以融入到这种教育 就是 那孩子都很小 对啊 也有这样 也有这样 从那个 阿北达小的 幼幼班 三五岁 到国小的 国中的都有 而且我们是叫他们 每天 他们都是用自己录 录下来 然后把影片传到 我们的群组 大家说这星期老师教的 他们的唱 唱一唱的老师 看一看 唱这样可以吗 这样子他们也会学得快 每天传 所以他们那个台语应该进步得很快 所以说 包裁应该 就在于他的坚持 对啦 那也是说老师有这样子的方法来带他们 也是有趣 对不对 所以其实在文化推广的这个部分 真的是需要有一点耐心 然后跟你自己要有那个初心 就像你一开始可能学歌仔戏的那个心态是一样的 那怎么让这个歌仔戏文化可以持续推广下去 的确它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真的是远远流长的事情 我们今天先这个议题呢 我们先告一段落 那当然对于歌仔戏整个的一个 包含他的装扮啊 然后他的一些相关的视频 他的唱腔啊声段啊 我们下个礼拜再继续的为大家来去做分享 今天非常谢谢两位参加我们的节目 谢谢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